大家好,我是Stan 2014年9月18号 以五位成员出道的名词 后来在加入两位成员后 将团名改为Trimcatcher 于2017年1月13号 13号的星期五重新出道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Trimcatcher,Jiu,Sua,Siyun,Han Dong,Yuhyun,Tami,Kahyun 七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第一,Jiu 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影响 听着K-POP长大的Jiu 小时候在听了K-Nada的歌曲后 开始有了成为歌手的梦想 之后在学校的才艺表演获得了自信 并向父母请求报名了声乐学校 而非常命运般的事情是 当时Happy Face经纪公司的有关人士 也是该声乐学校的培训时间学校负责人 在他的鼓舞下 Jiu参加了试镜 三天后 Jiu也收到了通过试镜的消息 然后在高中毕业后 Jiu就搬到了首尔开始了练习生生活 在透过两年的练习后 Jiu以Trimcatcher的前身 明死成员成功出道了 第二 Sua Sua是Trimcatcher中 练习生时期最长的成员 在进入现在的所属公司之前 曾在西街娱乐当过练习生 Sua和其他成员们一样 从小就怀着要成为歌手的梦想 之后在不断的努力下 2014年9月18号 Sua先以明死出道后 2017年1月13号 以Trimcatcher的成员 重新出道了 第三 Sia 10岁开始了练习生生活的西洋 在两年半后就以Trimcatcher的前身 明死成员成功出道了 第四 Handong 来自中国的Handong 是对内唯一的外国成员 本来Handong只是一个对K-pop感兴趣 并喜欢音乐剧的普通女孩 但是韩国留学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原本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剧演员的Handong 在学校教授的推荐下加入到了Happy Face公司 因为实力很好 在经过短暂的练习生生活后 很快就以Trimcatcher的成员成功出道了 第五 Yu Hyun Yu Hyun在来现在的所属公司之前 有先通过NBK娱乐公司的试镜 但是她没有签合约 觉得这个公司不适合自己 所以只去了一天就没有再去 后来就马上通过了Happy Face公司的试镜 成功以Mins出道后 207年以Trimcatcher再次出道了 第六 Tami 小学时期曾换卓吉国情细整的Tami 虽然身体不好 但并不并没能摧毁Tami想要成为歌手的梦想 在通过时间进入公司后 与队友喜恩一样 度过两年半的练习生生活后 以Mins成功出道 之后以Trimcatcher再次出道了 而在Mins时期是对内猛烈的Tami 换团名为Trimcatcher再次出道的时候 由于Kahyeon的加入 将猛烈一直让给Kahyeon了 FNC学院出生的Kahyeon在出道前的2015年出演过王静凌的Goodbye School MB 也参加过KBS的土壤博准备 首尔寒林演艺高中片 而高中生的Kahyeon直接通过了在学校进行的Happy Face的视镜 开始了练习生生活 在正式加入Trimcatcher之前的月幕评价时 Kahyeon与Handong一起表演了Oh My God的Close 之后在短暂的练习生生活后 Kahyeon以Trimcatcher的盲呢 华丽出道了 就这样Trimcatcher在2017年1月13号 以出道曲Chase Me正式出道 由于独特尔疯狂的概念 以及罕见的摇滚音乐风格 Trimcatcher一出道就获得了很高的关注 特别是在海外人气非常火爆 在韩国人气逐渐上升的Trimcatcher 2022年4月20号 出道1924天 首次在音乐节目拿下一位 同时抓住了韩国以及海外粉丝们的心 希望Trimcatcher以团名 驱赶噩梦的梦境守护灵含义一样 七位守护灵们继续给我们带来 美好梦境般的音乐 继续大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